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 随着暑假的到来 这个电影市场的活力 也是逐渐被激发出来了 那集结了周渝民 童谣等青年演员 即将于7月19号上映的电影 《早见晚爱》 就将为观众带来一场 交织着纯爱与情谋的正能量大戏 对 而且这个片中 周渝民也是将自我挑战 饰演了一个富黑男 电影《早见晚爱》 是一部充满悬念与刺激 又交织浪漫多情的 商战爱情影片 影片讲述了 由周渝民饰演的冷血收购专家 顾斌与童谣饰演的美女老板周婷 在曹云金饰演的情敌 朱大福等的搅居下 在生死攸关的9小时中 完成一场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的品牌收购战 其中一直作为偶像人气明星的周渝民 颠覆好男孩形象 以高智商的富黑型男 游走于前全与真情之间 成为本片的重要看点 看起来会很自私 然后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及一切的手段 他可以撇清很多东西 他可以不要亲情 他可以不要爱情 他只要他的事业 因为这跟我自己本身的性格 是刚好有蛮大的落差 我刚好我本身是很讨厌 这样类型的人 可是我没有尝试过演这样的人 所以我很兴奋 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本质来找我 在首映里现场 主持人别出心裁的对主创进行现实问答 体现出影片的节奏快感 自为并购战中的搅局者 相声演员曹云金当天虽未到场 不过和周渝民等主创的合作 还是擦出了不少火花 据悉电影《早见晚爱》 将于7月19号全国公映 北京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